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每个人都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能够真正的掌握了科学的辩论的知识 就是说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 做出一个正确的辩论方法的选择 以及正确的使用这种辩论方法 然后以达到什么 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能够真正的享受性生活 这一点这种知识是掌握的人是寥寥无极 那么有一项有关于在大学生中 有关避孕知识的一个调查 就显示80%的学生 就是我们具有应该是说 比较高的学历的水平的这些大学生 80%的人都不能做出 非常正确和科学的 有关避孕知识的回答 所以说特别是对我们在座的 就包括你们在座的这些青少年 掌握一些正确的科学避孕的知识 尤其重要 那么WHO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就提出针对特别是青少年的 生智健康三大研究问题 第一个就是婚前性行为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婚前性行为 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社会对它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但是这些特别是我们的青少年 因为它没有可能没有正确的渠道 或者是比较羞于去掌握这些知识 所以这些婚前性行为 可能它就没有一个科学的避孕方法 或者不正确的避孕方法 那么可能会导致什么 未婚少女的意外认识 或者是非医院认识 比如说即使它已经组成一个家庭 但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 它觉得还没有准备好 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 它也发生了一个妊娠 那么这种结局是什么 往往它不得不去考虑 我们大家知道的人工流产 去终止这个妊娠 那么它对我们的女性 甚至对我们的家庭 都是有危害的 那么这些不正确的 或者是没有科学的这种避孕 知识的结果 还可能导致性传播疾病 以及艾滋病的蔓延 这也是我们现在一个社会的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们需要普及 这种科学的避孕知识 特别是对青少年 特别是对青少年 那么在这里 我们可能刚才提到了一个 关于生殖健康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生殖健康 这个概念是在1994年9月 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首次提出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 人人拥有生殖的能力 好 这句话说起来简单 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比较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就是说当一对夫妇 他们有计划认身的时候 他们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我们的不认证的发病率 现在是越来越高 那么当你有计划认身的时候 我就能够认身 这就是说人人拥有一个生殖的能力 另外就是说 认身以后 妇女可以安全地经历认身和分娩 婴儿能够成活 并且健康地成长 那么其中它最后一个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 就是我们能够过一个安全的性生活 这个就是说 他不用担心我会意外认身 我不得不去做人工流产 他在没有这种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能够有一个安全健康的性生活 那么这个前提就是说 我们在不损害健康的情况下 实行生育调节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计划生育 所以这就是生殖健康的一个概念 那么其中最大的主要的部分 涉及到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 就是避孕方法的选择 对相关的知识 那么在学这个之前 我想给大家一些 可能在你们中学的时候 生理课上讲过的一些知识 那么首先受孕的条件是什么 男性他有能够产生健康的精子 那么女性呢 他在每一个月经周期中 往往都是一次排卵 可以排一个卵 那么这个卵是一个健康的卵子 还有他能够健康的 他能够正常的排卵 性生活以后 正常的一群精子 能够经过宫颈 到达宫腔 到达宿卵管的狐腹部 那么这个时候正好如果有一个卵巢的排卵 精卵就能相遇于达宫管弧腹部 形成我们的受精卵 然后在达宫管的输送下 进入宫腔 种植于宫腔 这就是我们受孕的必备条件 早期认识的这个过程中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是精卵相遇于达宫管弧腹部 就是我们说的受精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受精卵 它能够经过达宫管的蠕动以后 种植于子宫腔 着床 然后进一步发育我们的胚胎 我们的胎儿 所以说受精和着床 是早期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过程 那么我们如果用科学的方法干扰了受精 或者着床这个过程 那么就可以达到我们避孕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比较熟悉的 我们的屏障避孕法 就是我们的避孕套 那么它就使得精子不能进入宫腔 那么精卵就不能相依于输卵管弧腹部 所以就不可能发生受精卵的形成 也就不可能有妊娠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避孕套的 它的作用机理 那么还有呢 就是避孕药物 它一般都是急速类的 它可以是口服的 可以是积住的 也可以是一个通过载体的一个缓湿的药物 那么它的作用原理是因为它里面含有急速 不同 当然不同的质疾 它的急速的含量不一样 品种不一样 这种避孕药一般都是女性在服用 那么它的作用 第一个是抑制卵巢的排卵 这是它作用 那么卵巢没有排卵 怎么可能有妊娠呢 对不对 那么这些避孕药物它还有一个作用原理 就是它干扰了子宫内膜 使得子宫内膜不具有接受受精卵灼疮的能力 所以从两个方面达到了一个避孕的效果 这就是避孕药物 还有就是说大家听过的 宫内节育器听过没有 听过 那么宫内节育器也就是我们叫做避孕环 它是将这个器件 就是我们的节育器放在女性的弓腔里面 那么它就以此来干扰了子宫腔的内环境 形成一个无菌性的胭症 这样即使你受精卵形成 我没办法着床 以此也达到一个避孕的效果 这就是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还有一种 大家听过节扎术 对不对 那么节扎分为男扎女扎 那么我这例子就是苏卵管节扎术 我把苏卵管给它节扎了 金子不能到达苏卵管 虎腹部与卵子相遇 所以它就会一个永久性的避孕效果 避孕效果 这就是苏卵管节扎术 那么现在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常用的一些避孕方法 最多的就是我们用的可逆性的避孕方法 所谓可逆性的避孕方法 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使用 但是我可以终止这种避孕方法 然后终止以后 在一定的时期里 我的卵巢的排卵功能 瘦润 就是这对夫妇 或者是女性 它瘦润的功能就恢复 我们叫做可逆性的避孕方法 那么就包括了极塑类的避孕药物 最多的是短孝口服避孕药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屏障避孕方法 就是通过男用避孕套 或者是女用避孕套 使得精卵不能相遇 精卵不能相遇 还有就是气界的宫内节育器 我们常说的避孕环 另外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 而且可能会有一些不正确的使用 就是自然避孕法里面的安全期避孕 这就是可逆性避孕方法 之后我们还要了解的是紧急避孕 紧急避孕等会我再讲 在这个过程中 一般的人群中会有许多的误区 还就是绝育术 就是永久性的避孕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各种避孕方法的使用情况 那么在中国来 我们使用的最多的避孕方法是 宫内节育器 以及绝育术 相同的来说 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是很低的 不到3% 避孕套的使用率也比较低 这是我们的一个现状 那我们再看看欧美它的避孕的现状是什么 它使用的最多的是口服避孕药物 那么宫内节育器的使用率也很高 安全套的使用率也不低 相对来说 绝育术的使用率相对要低一些 这就是中国和欧洲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 它的避孕现状的比较 那么在这个避孕方法中 使用的最多的 特别是在欧美国家 是急速类的避孕药 其中的服务方短效口服避孕药 所谓的短效就是需要我们 每天都用服用 这个药物它的起效的作用的时间比较短暂 那么还有就是服方长效口服避孕药物 这个是已经趋于淘汰了 市面上多 因为它的副作用比较大 比较大 那么长效的里面 现在有长效避孕针 就是说我可以一个月用一针 或者三个月用一针 来达到它的避孕的效果 就是长效的 还有是探亲避孕药 大家可能听过 现在最近几年有一个种 叫做避孕药的缓湿系统 就是它通过一地特殊的载体 来使得这个药物缓慢的释放 那么它这个急速的含量 实际上是小于我们 口服避孕药物的含量的 所以现在我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 服方短效口服避孕药 刚才我已经说了 它是发达国家 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避孕方法 占它避孕措施的30%到50% 相反在我们国家 可能会大家因为有一些 对避孕药物的存在的一些误区 它的使用率并不广泛 不到3% 但是事实上 如果这个避孕药物 大家正确的选择 就是说你有适应症 没有禁忌症的选择 然后你正确的使用 它的避孕效果是非常好的 接近百分之百 在我们国家 这个避孕药物主要都是 磁激素和孕激素的复合之间 大家知道 磁润激素 对不对 是女性体内分泌的两种主要激素 所以说它短效口服 避孕药物它体内激素 它是通过激素作用来影响 女性体内对排卵 这是它的最主要的作用激励 刚才已经讲过 那么在我们国家 我们市面上可以得到的种类 就包括国产的避孕药物 口服避孕药1号 2号 这个是在很多的寄生站 好像都可以免费的领到的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 进口的避孕药物 比如说优斯敏 马芙龙 马芙龙好像广告做的很多 大家可能都听过 尔定敏 达因35等等 这些药物 那么它这些进口的药物 它一般它的包装 它做的比较相对人性化一些 你拿出一板来 它有从你第一天第二天 有个指示 让你避免你有这种漏服的可能性 可能性 这个相对它做的比较人性化一些 那么这些药物的使用 要根据它的说明书 一般是在月经 第一天到第五天开始服用 每天都要一片 因为它是短效口服不用药 所以是每天都要服用 连服21到22天 根据不同药物的说明书 那么停药以后 它是相当于模拟了体内的 我们女性体内的 这个急速分泌是有个周期性 那么它停药以后 一般说在一周之内 就会来月经 在下一个来的月经 这个第五天开始 又继续服用下个周期 这样循环使用 这就是它的服用的方法 服用的方法 有的时候呢 可能你停药以后七天 都还没有来月经 怎么办 在你排除了是你怀孕的这个可能性的情况下 你就紧接着服下一个疗程 但是如果第二个疗程 停药以后仍然没有来月经 那你就一定要找医生做下检查 做下咨询 那么在这中间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刚才讲短效口服复用药是欧美国家选择率最高的 因为它的有效性很好 我在国外的时候 曾经跟我一个女朋友聊天 当时她已经是个研究生 我当然聊到就我想顺便要了解一下 她就说从高中的时候 她就开始口服 这种口服必用药 一直当我跟她聊天 她都是三十多岁 也就是说 她的安全性和她的普遍性 还是比较广 安全性还是比较好 那她的要点是什么 就是你不能随意中断 你不能像吃我们保健品一样的 今天我吃一颗维生素片 明天我没有空不吃 这个没关系 因为它是急速度的药物 不能随便的中断 否则它就会引起不规则的阴道流血 或者导致我们的避孕失败 因为你吃避孕药的目的是要达到避孕的效果 对不对 这是一个 那么万一有肉腐 在十二小时内要赶快给它补一片 连续肉腐两次 那么它的效果 就不能保证你的避孕效果 你就要家用其他的避孕方法 比如说避孕套 所以这就是短效口服避孕药的一些情况 那么它有没有一些副作用 这大家很担心 实际上你要正规的使用的话 就是合适的人群的话 难以忍受的副作用是很少的 有些人他可能会 因为它是急速类的 而且是我们口服的 对不对 我们未尝到吸收肝脏代谢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 类似早孕反应的一些表现 恶心啊 呕吐啊 这些的 好 有些人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规则的阴道流血 我们叫做突破性的出血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 就是雌激素含量比较少的这些质疑有可能发生 有些病人他因为受体的敏感性 他可能会发生乳房的胀痛 但是这些副作用一般来说 使用一到两个周期以后 它就会慢慢消失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 这个负反应比较重 你可能就要找专业的咨询 可能你就要换一种 避孕的方法 这个口服避孕药来实际上对于生育年龄的女性 只要你有避孕的要求都可以使用 它的生育范围是很广 但是呢 要注意有一些情况下 是不能使用口服避孕药的 这种不能使用口服避孕药 不广光是属于短效的 长效的 只要是有急速类的这种避孕药 都是一般来说年龄比较大的 就说40到45岁以上 因为我们的体内的内分泌 大家都知道更年期 我们的卵巢功能都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是不建议使用 急速类的避孕药物的 35岁以上吸烟的女性 也不建议使用口服避孕药物 那么还有一些 各种各类型的系统性疾病 比如说我的高血压 我的心脏病 糖尿病 血栓性疾病 那么这些病人 是不建议使用 这种口服避孕药物的 口服避孕药物 那么有一些肿瘤 它是跟急速相关 是雌急速依赖的 就是说 它的发生和发展 跟体内的雌急速水平密切相关 那么这些肿瘤 比如说我们的乳房的肿瘤 我们的卵巢 子宫内膜癌 子宫肌瘤 这些有这些肿瘤的女性 你最好不要用口服避孕药物 不用口服避孕药物 还有一体 就是说你的有不明原因的 不规则阴道流血 最好不要使用 你需要去专业的咨询检查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我有没有 子宫内膜的疾病 导致了我的这个 引导流血 当然如果这个人 不排除妊娠的可能 或者是在 哺乳期 都不建议使用 所以说我们在 一般来说 选择使用口服避孕药物之前 应该做一个体检 了解一下你有没有这些疾病 你的身体状况 适不适合使用 急速类的避孕药物 然后在使用期间 也应该每年做个体检 量量血压 做做乳房检查 看有没有乳房的包包 还有子宫上面 有没有一些病变 这些都是我们 就是合理的使用 这种口服避孕药物的 一些注意的事项 我刚才也讲了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 短效口服避孕药的 这个就是整个避孕药的 使用率非常低 不到3% 这也与我们人群中 可能有一些误区 一些误解有关系 比如说 这个避孕效果 到底是否可靠 刚才我已经讲了 实际上 如果你正确的使用 那么口服避孕药物 它的有效率 是接近100%的 是一种非常可靠的 避孕方法 那么也就是 它为什么在欧美这些国家 是使用率最多的 一种避孕方法 那么还有来就是说 因为它是急速 那么会不会给我导致癌症 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没有可能给我致癌 现在的急速类的 这种口服避孕药 它的雌激素含量都比较低 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研究 证实这种小剂量雌激素的 这种避孕药是安全的 不会致癌 当然你要选择好适应症 还有一点就是说 会不会因为它一直排卵 是不是会不会影响我以后 再生小孩 就是说因为很多女性 她还没有结婚 或者她还没有认身的计划 她可能使用了口服避孕药 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以后 怀孕的可能 那么停药以后 卵巢就一般在半年之内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都可以恢复排卵 所以说停药以后 就可以考虑怀孕 当然我们现在建议的 比如说短效口服避孕药来 最好三个月以内 长效的这种避孕症 我们停药半年以上 我们再怀孕 相对要说比较安全一些 所以说停药以后 怀孕对胎儿是没有影响的 还有一点 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女孩 就是我吃了口服避孕药 会不会长胖 会有这种疑问 一般它是不影响体重的 特别是现在有些新型的痔疾 它还有 比如说我们幼四敏 它还有减肥 控制体重的效果 减轻 减少水纳处流 减少体重的效果 在避孕药物 它的避孕效果之外 实际上它有些时候 还被我们用于避孕以外的作用 比如说它可以用来调筋 治疗痛筋 子宫内膜意味症 因为它使得我们月经很规则 而且每次的阴导流血量 还不是很多 所以它可以用来作与避孕以外的作用 那么有些比如说我们达音三五 还可以用来治疗什么 座疮 起到一个美容的作用 这就是我们避孕药 它具有的避孕以外的一些作用 这就是妇方短孕口服避孕药 现在我们提一下探亲避孕药 所谓的探亲避孕药肯定是用于什么 夫妻或者伴侣是两地分居 有一个短暂的相聚的用于这种 比如说它半年才相遇一次 那它完全没必要 每个月都来口服避孕药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呢 它有个优势 就是说它不受经期的限制 因为我们口服避孕药 我们说了要从月经的第一到五天开始 第一次服用 对不对 下次月经以后就是第五天开始服用 那么这种伴侣 或者是长期分居的夫妇 他的相遇不一定 就是完全按照月经周期来的 所以他这种探亲避孕药的使用 它是不受经期的限制 它的有效率可以达到80% 但是我们想一想 它不受月经周期的限制 它要达到避孕的效果 它的急速的含量 一定是什么 比我们常规的妇方口服 这个短孕避孕药的量要多得多 所以说这样的药物长期使用 一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所以不易反复使用 作为常规的避孕方法 一年最多服用三个疗程 比如说我说这对夫妻 我们是双城生活 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 我们一个月见一次 一个月见一次 你每次都拿探亲避孕药化 这就不合适 这对女性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有一点 就是说同居超过半个月 你就要服用短孕避孕药 所以我们现在的 现代医学都给建议 就对于育林妇女 你有计划的使用短孕口服避孕药 来代替探亲避孕药 比如说你有计划下个月 长期两地分居的相见 那我就可以在下次月经前 月经的第一天或者第五天 开始口服避孕药 吃一个月 那么这样的话 避孕在你下个月 比如说有十几天 一个星期的相遇的时候 不会发生认诊 那么探亲结束以后 这个月的药物使用完了 我回来后再停药 这个都是很好的 就比单纯的 或者是经常使用探亲避孕药 要好一些 长效避孕症 这个在使用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我们要了解一下 它特别适用于对于口服避孕药 明显的复反应的病人 因为它不是经过胃肠道吸收的 那么它有一个月注射一次的 或者三个月注射一次的 一般三个月注射一次 是纯的润激素质剂 我们想象一下 它既然是注射一剂 就来达到一个月 或者三个月的这种避孕效果 所以它的激素含量 都是比较高的 它的缺点就是剂量大 复反应大 特别是出血 它的有效率是可以达到98% 只是略为逊于短效口服避孕药 那么还有就说大家可能听过 现在比较有些地方宣传的 就是避孕药的缓食系统 它就是通过一些载体 将这些药物放在一般是女性体内 然后这个药物缓慢的释放 来达到一个长期避孕的效果 那么它的避孕药的药量 一般来说是小于我们短效口服避孕药的 而且它不经过口服 所以它的胃肠道的刺激作用也是比较小 比如说我们的皮下是埋避孕 它就将这个避孕针埋在皮下 它可以使用3到5年 有效率还是很高 99%以上 当你没有这个避孕的需求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取了 取了以后它就可以恢复排卵 然后不影响你的妊娠 但是它缺点因为它极速含量 有时候特别是纯润极速 它可能会有不规则的阴道流血 而且要做一个小手术 把它埋入和取出都要做小手术 那么还有就是阴道避孕环 就像这样 它是一个环 然后里面有极速 它是需要置入女性的阴道 深部在公斤口这个位置 通过缓慢的释放 这个避孕的药物 急速的药物 然后达到避孕的效果 它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一般需要医生的帮助 才来正确的放 自己也要放话比较相对困难一些 还有就是透皮贴剂 这个是在国外相对来说 比较多一点的 它就是一个 比如像这样的一个贴剂 里面有急速 贴在我们的腹部 臀部 臂部 然后一般是三周的样子 它缓慢的释放急速 然后取了以后 它就达到一个避孕的效果 刚才讲的是药物避孕 现在我们讲 实际上 在我们的生活中 更可能 就是可及的 容易得到的避孕方法 是屏障避孕法 就是大家听到过 听到过没有 避孕套 对不对 但是一般讲到避孕套 大家肯定想的 都是想的男用的避孕套 就是我们说的阴景套 实际上还有女用的避孕套 那么它的作用机理 我们看这张图 也就是说 它通过屏障的方法 使得精子和卵子 没办法相孕 所以说 它就达到了一个避孕的效果 除此之外 屏障避孕法 还有一个 它的最大的优点 就是说 因为男性的生殖器 和女性的阴道 是没有直接接触的 它有个屏障 所以说屏障避孕法 就是我们的避孕套 它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非常好的益处 就是避免了性传播疾病 比如说 特别是我们的艾滋病 对不对 大家知道 我们的艾滋病宣传日 宣传的就是避孕套 那首先看一下 男用的避孕套 我们叫做阴景套 它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在一万多年前 在法国的这个石窟画中 就有它的这个畜形 当然最开始它的材质 可能就是阳长啊 这一类的 随着时代的进展 它的材质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变化越来越多 那么三千年代的古老的埃及 就有怎么样 使用避孕套的这些图片 所以说它的历史很悠久 在现在在市面上 我们可以购到各种类型的避孕套 不同的颜色啊 形状啊 大小 有些它可能还会选择适用 与不同的人的这个情趣的 什么有气味的呀 有荧光的呀 这些各种类型的 当然其实我们从科学的角度 不是很建议 这是我们太花哨的 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物质 可能会 甚至还可能会导致 女性的阴道的过敏 它的最大优点就是非常简便 可及 我们知道 现在基本上 应该是在国外都是学校啊 这个旅店啊 都有这种自动的 避孕套的这个收货机 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买到 或者是去使用到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预防性传播疾病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如果说你正确的使用 使用得当 它的避孕效果理论上是可以接近99% 避孕效果还是很好的 基本上是没有副作用 当然在避孕套的使用过程中 最大的一点就是可能会有抱怨 特别是男性觉得是干扰了性交的过程 减少了性快感 影响射精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工艺的提高 避孕套它很多质地很尖好 质量比较好 然后又很薄 所以说它的这种抱怨可能会越来越少 而且它还可以用来治疗早歇 那么有些女性 她可能会对阴景套过敏 或者阴景套对阴道有个刺激 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少见 而且阴景套你不使用以后 对女性和男性的 她的生症能力是没有影响的 对不对 我不使用阴孕套 我下次马上就可以认身 那么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 有一点 就是说如何让它达到 我们刚才说接近99%的避孕效果 有一点就是我特别要给大家强调的 我们叫做always 就是说你既然要选用避孕套 就每次都要使用 而不能今天想起来用明天 算了不用 好 这就可能导致意外妊娠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自始至终 就是说你在每次新生活的时候 在阴景勃起以后 就马上要把避孕套戴上去 整个性交过程都要使用这个避孕套 这才能达到有效的目的 才能有效的目的 当然在避孕套的使用过程中 你要注意 避孕套它是有有效期的 不能说你在哪个柜柜里面都翻出来 几年前的都拿来用 这可能就不行 因为它可能有病菌的感染 它可能已经有破损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而且最好是用钱 哪怕是个新打开的避孕套 用钱都要检查一下 它有没有破损 在使用的过程中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说射精以后 你要在阴景完全软下之前 就要把避孕套和阴景 从阴道里面取出来 否则 如果你的阴景完全软下来 这个精液 它可能会漏出来 漏到阴道里面 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的避孕失败 而且事后 就同房完以后 一定要检查 这个避孕套有没有破损 万一有破损以后 就说明你这个避孕是失败的 你可能就要家用 我们等会讲的紧急避孕措施 这样你才能够保证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 无后顾之忧的一个性生活 所以说刚才讲到一点 避孕套的使用 它的有效性 需要很大的主动性 以及责任感 特别适用于什么 比如说 它有多个 没有固定的性生活伴侣 这种情况下 你不使用避孕套 你非常容易导致什么 性传播疾病 现在我们看看 我刚才也提到 可能有些人从来没听说过 还有女用的避孕套 你们听过没有 那么这个它是在93年 通过美国FDA认证的 美国FDA就是药品与食品管理局 它也是一个套子 那么它是有两个环 内环是分闭的 外环是开放的 它需要在性生活之前 就提前将这个避孕套 置于阴道内 它的内环固定在宫颈口 外环在阴道口 女用避孕套 它的优点就是 与我们阴景套相比 最大的优点 它是不干扰性交过程 因为它可以在性生活之前 提前将这个避孕套 放置阴道内 对不对 最常可以在性生活之前 8小时放置 而且与阴景套相比 它对阴景的紧缩感要小一些 另外一点 这个女用的避孕套 它的材质比较好 它一般是聚安制制成的 所以它的强度高 破损率比较低 发生过敏反应率比较少 但它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的放置 它放在阴道里面 可能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不是每个女性都掌握得这么好 而且它的价格很昂贵 所以说在国内 现在目前在中国 还不是很普遍的使用 另外一个避孕方法 就是大家可能听得比较多的 我们叫做避孕环 就是我将宫内节育器 放在这个宫腔里面 干扰了子宫内膜的一个内环境 一个无菌性的烟症 从而达到避孕的效果 这就是宫内节育器 这个宫内节育器 我刚讲过 在我国育林妇女中 是使用的最多的一种避孕方法 约一亿人 全世界是差不多1.2亿的妇女在使用 主要是中国人在使用 它的优点是什么 经济 一个避孕环 你想放进去可以管5到10年 以前的老的避孕环 还有到20年的 以前还放是免费的 那么现在的避孕环 即使价格也不贵 你可以用5到10年 所以说性价比是很高的 长效 放进去以后 它可以管5到10年 这5到10年 你就不用采用其他的避孕方法 而且是一个可逆的避孕方法 就是说当我有 这个妊娠的需求的时候 我把这环取下来 取出来 很快它就会恢复排卵 就可以受润 不影响我们的月经周期 不影响性生活 也不影响生育力 但是它不能预防性传播疾病 所以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来 一般来说 适用于有固定的性生活伴侣 比如说我们的一对夫妇 他没有生孩子的计划 比如说我做丁克家庭 或者是我已经生育了孩子 我需要一个长期的避孕方法 那么这种宫内节育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也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就是说我们宫内节育器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放 比如说有咽症 甚至到的畸形 这种病人是不能放的 但是宫内节育器放进去以后 它有大小 可能它放的环的选择不是很合适 可能会导致什么疼痛和出血 所以说我们放了宫内节育器以后 要在头三个月内每次都要去检查 而且如果说这个节育器 它的大小不合适的话 它甚至可能会发生异味或者脱落 就掉出来 比如说你引导流血多的时候就掉穿 你又没注意 最后就导致什么 再次避孕失败 怀润 或者是这个避孕器 它移味以后 导致了我们叫做带环受润 这也是它的一个不良反应 偶然有些情况下 特别是像我们以前老的这种金属避孕环 它甚至还可以移味 移到子宫以外的地方去 所以说这就是它的一些不良反应 当然如果说我们正确的选择了 合适的适应针 我们定期去检查 这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 自然避孕法 大家听过 对不对 你们知道的 听的可能很多的就是叫安全期避孕 那么所谓的自然避孕法 就是我不用药物 我也不用器件 我就达到避孕的效果 这个当然很好了 对不对 听起对我们身体没有干预了 没有干扰了 但是它的避孕效果是很差的 安全期避孕法 即使是你掌握的相对来说比较准确 它的有效率也仅能够达到80% 那么还有一些避孕方法 比如说叫自然避孕方法 叫哺乳期的避孕 就像我在哺乳期 因为我在喂奶 我体内的磁润激素水平低 我没有排卵 那我想就可能不会怀孕 但这个方法是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女性她随时可能恢复 即使在哺乳期恢复排卵 这样的话也可以导致意外认生 还有一种是我们最不推荐的 叫体外排经避孕法 或者叫性交中断法 也就是说在性生活中 我不采用任何避孕方法 在有射精前 这个阴晋就从阴道内抽出 然后把这个经验排在体外 因为什么 它很难把握到这个尺度 往往是在你阴晋取出来之前 已经射精了 所以说它的避孕的有效率 仅仅达到15%到40%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 它的整个自然避孕法的避孕效果 都是不可靠的 不建议作为常规的避孕的方法 因为安全期是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 我想给大家还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叫安全期 也就是说在容易瘦润的时期以外的时期 我有细生活化 相对来说就不容易怀润 所以叫安全期避孕 那么卵子它在体内排出以后 它的瘦润的可能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在18小时 也就是我们说一天之内 那么金子它在女性的阴道内 可以存活将近五天的时间 所以说我们说 在排卵的前后 差不多有六天的时间 我们叫做排卵期 那么如果这对夫妇 它有计划认诚的需求 它可以在这段时间来有性生活 就有怀润的可能 除此之外的之前和之后的这段时间 我们都叫做安全期 排卵前的安全期和排卵后的安全期 但是有一点 女性的排卵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心情啊 你的身体状况啊 气候啊 很多因素的影响 所以说甚至还有额外的排卵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一个月经周期只有一次排卵 但是它可能也有额外的排卵 甚至在月经刚刚结束以后有排卵 或者月经前一天有排卵 所以说呢 安全期避孕方法是 它的这个有效率是比较低的 除非你有能够准确的 比如说做基础体温测量 或者是有一些 现在国外有一些仪器试剂 能够来每天监测 来确定你什么时候排卵 这种情况下 可能才相对来说 它的有效性才比较有保障 紧急避孕 那么紧急避孕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在没有防护措施 或者我的防护措施失败以后 在性生活发生以后 给他紧急实施的一种避孕措施 那么当然他最多见的情况下 他的适应症就是 无防护性的性行为 比如说这两个年轻人 他本来没有计划 说要有性生活 那么激情之后 可能才发现 没有防护性的时候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到 有紧急避孕方法来补救 来做好最后的一道的 预防他受润的可能的措施 那么在无防护性行为 中间还有一点 就是比较特殊的 当女性遭受了性暴力的时候 这是我们 现在女性应该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你不能这个时候 你不能束手无策 你应该寻求 比如说我们用紧急避孕方法 来避免使自己的心理和躯体 再受进一步的伤害 这就是我们的适应症 当然还可以在于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避孕方法 失败以后 比如说你同时发现 我的避孕套破裂了 或者发现我的药物漏服了 或者发现这个节育器 已经掉出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使用紧急避孕方法 紧急避孕方法来 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避孕药物 大家都听过 各种各样的 什么预庭 汇庭 安庭 各种各样的庭 大家都听过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放置宫内节育器 它也是一种紧急避孕方法 那么这种紧急避孕方法 我们都建议的是在 同方以后 无防护性的性行为 或者是避孕失败以后的三天以内 当然宫内节育器和我们的米菲斯桶 可以在五天以内都有效果 但是越早使用 效果越好 你别说等到五天我再来使用 它得有效性 就没有你尽快使用好 这就是紧急避孕 有一点要强调的 紧急避孕虽然是我们说是 预防非计划怀孕的最后的措施 老百姓中或者有句话叫做 事后避孕药 就是我 有新生活以后 我再补充的避孕药物 实际上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 就是说我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我有同房以后 有新生活我就来用一颗 紧急避孕药 这是危害很大的 因为紧急避孕药 它仅对一次无防护性的新生活有效 在一个周期里面 而且它的避孕失败率高 它的药物对机体的干扰比较大 如果你长期使用的话 它的副作用大 可能会导致一个人月经紊乱 避经甚至导致避孕 所以说不能随便乱用 不能随便用 仅仅是作为我们常规避孕方法 就是说你了解了常规避孕方法以外 你要知道还有一个紧急避孕的措施 当你发生一些无防护性行为 或者我的避孕方法失败以后 我知道去怎么样 来赶快做一些补救措施 这才是真正的紧急避孕药 它的作用是在这里 如果使用紧急避孕方法 21天没来月经 你就要到医生看看 是不是你已经有怀孕了 还有紧急避孕药 它并不能预防性传播疾病 所以说在紧急避孕药这一块 是有很多的误区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给大家强调 不能把它作为常规的药物来使用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有这些措施 不要当自己发生一些 就是没有意想到的一些情况的时候 束手无策 然后最后不得不去做人流术 这是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结局 最后一点给大家提一下 还有绝育手术 那么绝育它就是一种永久性的避孕 可以是男性的输精管的结杂 也可以是女性的输卵管的结杂 这样的话就使得他精子和卵子 没有相遇的这种可能 但是有一点就是老百姓有点误区 就是说我做了结杂术 会不会就女性就不是女性 男性就不像男性 是不是像被阉割了一样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因为我们做的结杂是 男性的输精管而非她的性腺高丸 女性的输卵管而非她的性腺卵巢 对不对 所以说它不影响性功能 也不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功能 女性你依然是个美丽的女性 男性你依然是一个青春年华的男性 它适用于什么 就是没有生育要求的 比如说我已经有两三个孩子了 或者我有一个孩子 我以后不想要怀小孩了 我可以做结杂术 或者有些夫妻她有些疾病 比如说这个母亲她有严重的内科疾病 她根本不适宜怀孕 怀孕可能会导致她的生命的危害 那么情况下我们建议她做结杂术 由于这个精子 她在这个输精管里面形成以后 她在输精管里面可以存活最长六个月 所以说男性做了结杂术以后 还要采取其他避孕方法 六个月以后才能够不采用其他的避孕方法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避孕方法 那么怎么样 大家可能会说 我怎么样才选择一个 哪种避孕方法好 我们的答案是只选对的 适合你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避孕方法 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时期 我们对生育的要求的不同时期 我们的这个性生活的伴侣的 这个稳定性的不同的时期 我们的避孕方法的选择可能不一样 几个例子 比如说在座的各位 没有结婚 对不对 你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性生活伴侣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没有经济症 口服避孕药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不是 当然如果你对避孕套的使用 掌握得很好 避孕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他有多少个性生活伴侣 那么这种情况下 避孕套是最好的选择 避孕套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说一定是个个性化的选择 而且一旦你选择这种避孕方法后 一定要长期坚持正确使用 这才能够使他 真正的达到他的避孕效果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避孕套接近99% 口服避孕药接近100% 但的前提是你要正确的使用 特别强调是避孕套 它是预防性传播疾病的 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 而紧急避孕药药不能作为常规的 但是你一定要有知识 我在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考虑到用紧急避孕药药 来再做一个补救 自然避孕法是不推荐的 因为它的避孕失败率 相对来说比较高 最后我想提一点 如果说 我又没有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我又没有去进行紧急避孕 那我就怀孕了 对不对 但是确确实实 我还没结婚 我还没有各种原因 这个家庭我还不能要小孩 那我们还有一种叫 避孕失败的补救措施 就是大家知道的 人工流产数 它可以分为药物流产 就是说49天以内的 18到40岁这些健康女性 都可以用药物流产 也可以用人工流产数 就是6到10周以内的 要求终止润成的 都可以用 但是有一点 大家注意 不要看一些广告 打得很好 什么无痛人流 好 一号方 二号方 多么一个温馨的环境 这是对女性是有伤害的 我们不管是药物流产 有时候药物流产 它流不干净 我们需要做轻公术 或者做了人工流产以后 它可能会有不全流产 有可能在这个 特别是我们的不结流产数 可以导致感染 有些人把人工流产 当作避孕方法 做7次8次 甚至10次人工流产的都有 那么它的危害是很大的 长期这样的话 对你的子宫是有伤害 最后可能结局是什么 当你觉得你想要当妈妈的时候 你怀不起小孩了 不润症 还有你即使怀气以后 他的润成的分血增加了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 比如说我们产科最建的一些很危害 甚至危害的母亲和胎儿生命的 前世胎盘 胎盘植入 怀小孩或生小孩大出血 所以说一定要强调 不要随便去做人工流产 不要把人工流产当作你的常规的 错误的理解为是一种避孕方法 好不好 而且你一旦有这种 就是意外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进行 特别是药物流产 你不要随便当个药摊摊买了就吃了 我们的药物流产都是要在医院的监护下使用 这个相对才叫安全 相对才叫安全 那么我想最后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建议的是常规的避孕方法 就是适合你自己的 根据你不同年龄阶段 比如说服辱期 补入期我们可能就建议你是避孕套 三个月以后引导分娩破公产 六个月以后就可以用什么避孕环 更年期可能避孕套是最主要的 当然也可以用避孕环 所以不同的年龄阶段 选择适合你的常规的避孕方法 这样才能保证你没有一个后顾之忧 享受一个真正的安全幸福的性生活 这是我们深知健康的主要内容 但是如果意外 你有一个无防呼吸的性行为 或者是你避孕失败了 我们还要知道 还有一个紧急避孕措施 对不对 紧急避孕药物 或者到医院去安个宫内节育器 来做一个最后的预防措施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作为常规的避孕方法 我希望你们有这个概念 实在不行了 当然了 你确确实实你各种条件不容许你怀孕 你还可以去做人工流产 因为我们以前也碰到过 他我记得有一个病人 他是被强奸以后 他就没办法 他都要怀到足月来生产 那么这就是对他心灵和躯体上的伤害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最后强调有一点 要尊重生命 特别强调我们要关爱子宫 当然我们说也不说拒绝 不要随便去做人工流产 不要随便伤害我们的子宫 如果不注意这一点 以后可能危害到你自己 我们女性的生殖健康 一样也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家庭 对不对 当你有计划怀孕的时候 你怀不起或者你怀起后是个危险的认诚 大出血母亲危害 婴儿危害 所以说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科学的避认方法 从你们现在做起 使自己有一个健康的性生活 这是我们生殖健康的最主要的内容 今天我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